黄金 虽然只是惊鸿一瞥 但乍一看很眼熟 身高符合 灰色西装也符合 白色衬衫也符合 戴墨镜也符合 难道他就是我 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没想到我好聪明运气 这么好 就是他了 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好眼熟啊 这应该就是新盛公司幕后老板 这位先生 您好 我是梅开拉美钻石商场的设计师 郝聪明 你放心 我是绝对没有恶意的 我只是 陈先生 这里发射什么 长老眼睛的人都能看到 这位小姐伪随着我进洗手间 意图不轨 你们会所的安保措施还真是 拜托您 以后不要什么人都放心 小姐请跟我们走一趟 齿大爷 我没有抄袭 那个是我自己设计的 小姐 原来是你 看来你不只是个拜金 还是个小偷 对不起 齿先生 都是我的疏忽 这件事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人穷不怕 怕的是穷人没有骨气 没有原则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小偷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块表 你是怎么拿到的 这块表是我男生送给我的 那我请郝小姐打电话给你那位男生 请他过来 证明你是清白的 糟了 那天下午光顾着花痴 怎么就没有想到留个联系方式呢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